文章来源 美股投资课 谷歌前CEO埃里克 施密特 埃里克·史密特 最近在与斯坦福大学学生的一次谈话中表示 虽然他不是一个提供投资建议的人 但他在股市上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游戏 而这不涉及他的前雇主谷歌的股票 施密特在斯坦福大学本周发布 但后来被删除的一段视频中表示 大型科技公司正计划对基于英伟达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进行越来越大的投资 建设成本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 施密特说 我正在和大公司谈 这些大公司告诉我 他们需要200亿美元 500亿美元 1000亿美元 非常非常困难 他补充说 他是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 奥特曼的密友 施密特表示 这笔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将流向英伟达 该公司生产的数据中心 AI芯片占主导地位 已经连续三个季度 实现了超过200%的营收增长 谷歌开发了一种名为张亮处理单元 TPU的芯片 可以与英伟达的处理期竞争 但仍处于早期阶段 施密特说 如果3000亿美元都流向英伟达 你知道应该在股市做什么 这不是股票推荐 施密特没有透露他是否持有英伟达的股票 施密特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谷歌CEO 并在董事会任职至2019年 他当时正在向斯坦福大学的一群本科生 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演讲 不过 由于他在这次讲话中 批评谷歌在人工智能竞赛中 落后是由于员工工作不够拼命 后来被迫道歉 斯坦福大学也删除了这段视频 但他的坦率言论说明了英伟达崛起背后的推动力 以及该公司在始于2022年底的人工智能热潮中的核心地位 施密特表示 英伟达不会是人工智能领域唯一的赢家 但也没有太多其他明显的选择 他说 他目前认为 那些能够在英伟达芯片和数据中心上 投入更多资金的大公司 将在技术上领先于那些不能像他们那样 大手笔投资的小型竞争对手 施密特说 目前只有三种前沿模型 它们与其他所有模型之间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大 越过越前 我确信差距正在缩小 所以我向这些小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 现在我不那么确定了 施密特说 当微软与OpenAI达成交易时 我认为 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把你的人工智能领导权 外包给OpenAI和SUM集齐团队 然而 它们正在成为最有价值的公司 施密特表示 竞争对手将很难赶上英伟达 因为人工智能开发者 使用的许多最重要的开源工具 都是基于该公司的 扣大编程语言 他说 LiangD的软件将英伟达的 扣大代码转换为自己的芯片 还不起作用